要做电动车马达到底有多难 来到特斯拉的御用马达厂 跟着他 催生出全球第一颗电车马达的灵魂人物张清风 来看俗称电动车心脏的大本人 独家设计机器系统 为了迎接美国电动车大厂和日系车厂的马达需求 经过人工整线 剪线 让多余过长的气泡线 像在法郎被修修剪剪 大量员工坚守钢位不敢懈怠 因为一个闪神 车子上运量问题 可是会出大事的 所以这个都是过程 所以这个产品模仿我们六人 现在这里头至少有两个东西 这里是马达 那这里是发电器 那中间是齿轮箱 加叉速器在内头 那上面就是要一个 电子电机外加通讯设备 这颗气和一动力系统 如今征服了日系车商 张金峰靠他杀出另一条血路 打造混合动力车 单一厂区预销80套 日营业额达1500万 加上原先既有的传统马达 和美国电动车友马达 2024年张金峰有光赚进 30亿的惊人营收 当时他们的CTO叫JB 一个叫JB是老婆 他这时候带着他们采购来 我回了他一句话 我跟他说 做电动车应该不懒了 他很惊吓很吓个脸 从椅子上跳起来 边坐边坐才发现 糟糕了原来跟想的不一样 要做电动车马达到底有多难 来到特斯拉的运用马达厂 跟着他 催生出全球第一颗 电车马达的灵魂人物张金峰 来看俗称电动车心脏的大本质 这个是零电区 刚刚看了应该就没有两台 比如每三个月 也每半年要校正 马达一个定子 就是绕现成的叫定子 这很新的设计 马达里面就是靠这些线吗 第一一定要线圈制绕线 线圈 这个总共是用22条下去定 是要绕完之后要来这边录 古铜色气泡线一转一钮 被机械绕着刮的造型 再送进入线机 让线圈层叠叠叠 栽进马达的一间当中 这边就在录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在录 绕完之后 这边要把线挂上这边再录 现在录第二层 它总共要录三层 这个真的都没有那么容易 录完之后 因为它还有内收 它需要在隔壁去再把它撑开 所以这个以前在打样人工 你可以做一颗 我们这边做这个系统 这线 以及最小的系统 独家设计机器系统 为了迎接美国电动车大厂 和运系车厂的马达需求 经过人工整线 剪线 让多余过长的气泡线 像在马达被修修剪剪 大量员工坚守钢柜不敢懈怠 因为一个闪神 车子上面一样问题 可是会出大事的 所以这个都是构成的 所以这个产品摸我们六年 单纯的马达还不足以让电动车 风驰电掣 张晶峰十年磨一剑的功夫 是让其他联合器等动力系统化指为一 因为它这个东西太多的组合了 现在这里头至少有两颗东西 这里是马达 那这里是发电器 那中间是齿轮箱 加叉速器在内头 那上面就是要有一个 电子电机外加通讯设备 这颗契合一动力系统 如今征服了日系车商 张晶峰靠它杀出另一条血路 打造混合动力车 单一厂区日销80套 日盈业额达1500万 加上原先既有的传统马达 和美国电动车用马达 2024年张晶峰有光赚进30亿的惊人营收 每个节点又四幅起子控制张力 标准规章 让人工跟机械制成一样毫无差异 完成一颗资料送上余端 马达经手过谁 一览 以前可能会觉得我怎么做就好了 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上传什么系统都是做 我去的 那对于品质观念跟一些技术上的要求 就是没有车用的系统那么高 那当然现阶段的话 因为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有些观念上要改变 员工观念上要做改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股狂踩油门的劲儿 才让当初他没有多想就点头投入没有人生产的电动车马达领域 我是比较冲动的人 05年那时候根本没有人想要跟他坐 什么叫电动车什么叫特斯拉 应该是刚起头大家对他陌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去找了日本韩国 所以绕到台湾去找台湾两大厂 一个来自IT不是传统车业 另一个更不是别人口中的马达大厂 两个自称都是没有规模的杂牌军 一拍集合下 张晶峰从传统黑手跨界插旗高科技产品 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张总峰的 呃 有一点 一开始其实我是去看了一个展览 然后看人家说好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后来发现车厂要的都是 这个要数据 这个要数据 这个要根据 这个要根据 才发现说啊 完蛋了 它是重量要求60公斤 体积 直径 最大外径 大概在280公斤 这个做法高度大概320公斤 要做250马力 传统180KW的马达重量至少400公斤 但电动车马达考量驱动扭力 和电池续航的问题 重量要缩减到60公斤 是传统马达的七分之一 为了一颗电动车马达产值研发 张金峰和员工每天抓破头皮紧皱眉 但夸吓得海口如洗下去的头 回不去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个议题 就跟人家答应说我做 这几十年 这应该是20年后 也会少了很多钱 包括跟日本合作 包括从特斯拉 很多的失败成本 真的很难去追溯 本年很辛苦 在那一段我们大概用了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跟他们几乎是用共同开发的角度 把第一颗马达做出来 尽管2023年研发新品道路上 一批列子钢材 让张金峰惨赔160万美金 相当于4800万台币 是创业30多年来 连的最惨的交 但乐观的他说 没有走过痛就不会成长 寄取教训奋力爬起 他靠多元化分散市场 凭各种电动车心脏代工 迎来像一个转型起手势